嗨 我是可恩 OPPO又出新手机了 这台机哦 算是目前我觉得2024年最美手机 白月光在照呀 迪彩 是不是很美咧 这个白月光 没有光的时候是磨砂纹理 有光的时候直接 bling bling 这台新机的就是OPPO Reno 11 Pro 刚刚就已经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了 我们现在直接给你一个痛快 售价钱 so 这台机到底值不值得买 有什么新功能大卖点呢 我用最快的速度告诉你 首先我们大致讲一下 第一代OPPO Reno是在2019年开始的 到现在2024年 我们算6年了 它就已经出到第11代了 等于说一年出两代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也证明说OPPO Reno在市场上面是卖得不错的 不然谁这样勤劳给你一直出新款是不是 so 这一色OPPO Reno 11 Pro 进马来西亚只有两个颜色 比黑100 黑色我是没有拿到 但是我看视频是蛮美的啦 白色 珍珠白这个就美啦 他们的主打颜色 它的灵感来自于宝石 你看里面它好像像有宝石啊 玉的样子有没有一片片的 它在不同的光线有不同的角度 还会出现三种不同层次的光感变化 普通版的 bling bling版的 还有变色版的 谁可以拒绝闪闪的宝石啊 手感是很细的绸缎触感 不沾指纹 原汁上面是真的没有话讲的嘛 OPPO Reno系列在设计上面 其实一直以来都蛮深得我心的 我觉得他们 当女孩子 每次都抓到我们女孩子的 cake 懂吗 镜头设计也是有点特别的 它两个大圆环 周围的材质纹有一点不太一样 重量190g 厚度不到8.2mm 拿在手属于轻薄型 也对啦 Reno就是走轻薄路线的嘛 重点功能 CAMERA 三个镜头 一个主色50MP 一个长焦镜头32MP 支持5倍混合变角 还有一个超广角8MP镜头 112度的 整体来看是一个标准的配置 但是什么什么像素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啦 最重要就是拍出来的成果 今天就算给到你5亿像素都好啦 你拍女孩子不美 你还是会中暑的 情况1 帮女朋友用后镜头拍照 没有美颜 情况2 帮女朋友用人像模式拍照 有美颜 但是BOKET太假了 那OPPO Reno 11 Pro 这次主打的就是 真实的景深效果 是不是真的真实呢 我就拿出去拍了几张照片 帮你们视察啦 你们自己看啦 人像的清晰度表现还不错 我做了拍了一些有前景的照片 主体和背景都过渡到很自然 整张照片就更加有层次 拍出来更加接近 单反相机的效果 法师部分呢 中边去看虚化的效果 算是自然 我给75分 它不会硬生生弄萌哈的感觉 出来的效果也是很细腻 当然也会有失败的时候的 所以不是扣了25咯 遇到有阳光的情况 也能看出一台手机的光影功力 脸部的高光跟阴影算舒服 而且看起来 整张照片就不会降频 做话拍 路人的感觉也是不错的 很有众生感 尤其是放在手机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有quality的感觉 可能是这个screen的关系啊 因为这个screen呢 是跟OPPO 5X6 PRO同款的 动态光影屏幕 这个屏幕很赞哦 6.7寸的曲面 支持Pro XDR显示 高清高透 分辨率高 那不拍人的话 OPPO OK嘞 来看看吧 个人觉得还是Reno的味道啦 水平中上 其实看完了所有照片之后 我发现OPPO有在追逐 光影真实还原这一条路上 就是把照片做的更有层次感 而不是一昧的在追求 像素多少千万多少亿上面 因为没有人追得到 像素只会越来越高 但是怎样把质感 个人风格这一点做好 让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到 诶 这样照片拍的好看 我觉得才是更加关键啦 接下来就是配置啦 OPPO 11 Pro它用的处理器是 MediaTek天机8200 然后它用的运存是 LPDDR5X闪存就是UFX3.1 这个处理器 之前艾库有用过 Poco也有用过 都是游戏手机 所以就不需要多讲啦 只能讲Reno 11 Pro 它是一台追求拍照 影像的手机 它不是一个主打游戏的手机 所以如果你要追求一个 极致游戏体验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啦 但是如果你要热场打游戏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那这支OPPO Reno 11 Pro 它升上了新的系统 Color OS 14 新系统代表说有新功能 第一个叫做Fold Dog 它的功能就是当作一个中转站 让你暂时存放你喜欢的东西 这个功能 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咧 比如刷到喜欢的一段话 Copy起来拉去中转站 看到喜欢的照片拉过去 这些暂时save起来的东西 就可以放进notes 或者是聊天窗口那边咯 第二个功能就是Crop图啦 这个功能是不是更加熟悉咧 还有的照片在你长按 手机会自动帮你Crop主体出来 拉去中转站 就可以很方便的 插入到notes或者是send给朋友 值得一讲的是哦 Crop出来的图resolution是很好的哦 高清而且Crop到蛮干净下的 你不要笑 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这个功能是好的 招服人群的 那其实功能呢就是Reno 11 Pro 它可以当作remote control来用 就是你找不到remote的时候 或者remote没有电的时候 你可以用它来操控你家电视机 你的冷气 还很像 电池上面4600毫安 80W SuperVoc闪充 10分钟充45% 总结来讲这次Reno 11 Pro 最惊艳我的 是颜值 没有错啦 长得好看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硬件上的升级 其实我觉得对比上一代 不算特别大的 但是软件算法是有比较进步的 拍照出来也是比较有感觉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人 尤其是人像 这样你们就可以考虑一下了 好啦今天的Reno 11 Pro 开箱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